还有来看到马来西亚麻坡 也受到了登革热的威胁 因此当地政府发起了一系列的宣导 清扫环境的活动 慈祭人或要参加 气质在路边的玻璃瓶 全部被慈祭志工找出来 倒干积水 马来西亚出现登革热疫情 麻坡当地政府与志工合作防疫 慈祭人还找来社区的宗教领袖 一同在街坊邻邻间宣导 不分政府民间 不分城市乡村 防疫人人有责 马来西亚全面启动 不让登革热疫情扩散 大家新闻江妙珍 郑雅里林美福 马来西亚报导